新人一定要去虎兰公拜拜 鼻孔张开 把气吸进去 对他们脑袋就想着 买 买 买 导演说 雨安你坐这边 我就坐在导演旁边 她说你觉得哪里不对 你喊咖 我说不对 我喊咖 全是电影销售奇迹当中 那个热显奔放的 电视购物专家金婆姐 雨安演得正是一路走来 真实生活当中的自己 对不对 饭后的水果 而且今天这个水果 我要让大家都做总统 我说台湾的水果是全世界有名的 她说我觉得你们购物专家 比我们组织节目比较厉害 怎么可能你们是这么厉害的 这样等级的前辈 居然说我们比较厉害 她就说做组织节目 就是让观众把摇曼记停下来 你留住了观众 她说你们不只要留住观众 你们购物台还要让观众掏钱 有给你买东西吗 她说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境界的 的主持 我说听你这么讲 我也觉得我自己好像蛮厉害的 跟乃哥合作 购物天后转型综合主持 凭借着还是过去现场直播 所累积的实力 我们可以直接跟大家呼吁 今天这一档是卖给他们 3月11号刚到台湾的现货 这一批货全部售完 所以我就问那个厂商 我说那个老师 这个天珠 很多观众都在问 这个确定是真的天珠吗 那个厂商很肯定的跟我讲 余安 这个的的确确是假的 直播喔 我就听到我的那个耳麦 那个自作人就 她说什么 再一秒钟的人进来 他没有听到你的口误 我们再继续的告诉他 这个东西有多好 你搞我 要安了耶 Live现场中复不断 最怕的就是 抬下一条龙 抬上一条虫的厂袋 话一丢出去 没了下文 还要自己收拾 让场面活着 我们请摩摩厂商来介绍 当我说我们请 我就看到 他的手在下面 他不讲话 他说我不想讲这样子 我就 可是我话已经丢了 我说你要不要来介绍你的东西 然后 这个 这个东西 你知道就开始口急了 我说各位你就知道 他不是临时演员 你看他会紧张 没办法 他都在生产商品 研发产品 都关在实验室 所以这种口才 大家要多包涵一下 因为第一次上节目 今天这个商品各位 不是做给一般消费者 不是 你看我们这样的打扮他知道 他是专门为 阿拉伯的皇室 量身打造 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一开始 宇安是从女子团体出道 出过唱片 当过外景主持 但收入总不稳定 经纪人打电话来说 恭喜啊 你真选上了 你可以去购物台上班了 我当下眼泪就掉下来 不是欣喜的眼泪 我觉得 我觉得我怎么这么悲惨 因为在早期 我进购物台的时候呢 大家在购物台的概念都觉得 好像还在风胸 还在壮扬 就是觉得感觉是比较低的这样 所以我那时候想说 我为了五斗米折腰 就是感觉一个光鲜亮丽的艺员 不当了我要去卖那个壮扬的大奶的 我自己觉得心里很挣扎 就这样一脚踏进这个圈子 二十几岁人生最黄金的时间 都给了购物台 说来也很夸张 我女儿念到小学五年级 就等到我真正离开购物台那一年 我才开始参加他们开学的 那个说明会 就是每一个学年开始呢 一开始都会有老师跟家长做互动 我一直到我女儿念到五年级 我才有空去参加 但是再多的物质都换不回亲情 跟陪伴两个孩子的成长时光 我早上送小孩上学的时候呢 然后我儿子下车 以前我们都讲晚上见 或者妈妈再见 不是他们都讲说妈咪明天见 因为他们变成说 早上我送他们上学之后呢 他们那一整天就看不到我了 他的下课时间我都在上班 等到我下班回家呢 他们都睡着了 购物台卖给观众的是更好的生活 但是余恩自己的人生体验 却出现了缺口 他们功课都放在桌上等着我 等着我签名嘛 然后丁正咬我看 那如果他们有错的东西呢 他们本来七点起床就可以了 可是因为我要叫他们丁正功课 所以我要六点半叫他们起床 两年多前 余恩选择放下一切 不想以后再来后悔 现在的她更多了份幸福与自在 我们下期再见